嗨,皆さん,こんにちは。這一次我們要學的是 A 割にわ B 電音法 它的意思是對於A來說應該是某一些情況 但卻B的狀態 像他吃很多應該是叛財隊 但卻很瘦那種感覺 那麼先看它的接續 普通型加割にわ 那な形容詞的時候 な割にわ 名詞の割にわ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它的意思是對 某一些情況來說應該是這樣才對 但是卻B那種感覺 看一個例子 他雖然吃很多但卻很瘦 就是吃很多的人應該是叛財隊 但卻很瘦 還算好吃 因為便宜的價格 通常是沒有那麼好吃 但這個價格來說還算好吃 價格 値段 整句話 這句話 彼は 通常去美國留學 可能就是英文還不錯 但卻就是英文沒那麼好 好 那整句話 彼は 就是以那個年紀來說 還算很健康 那種感覺 私のおばあちゃんは 年 這個是名字 年の割には元気です 私のおばあちゃんは 年の割には元気です 以那個年紀來說 健康 第四個是對的 看一下第二個 新的手機 新的手機 你用的怎樣 割には あまり良くない 割には 就是沒那麼好 應該是 因為出乎預期 應該是 但是 貴那個手機是很貴 但 卻 沒那麼好 所以 高かった 割には あまり良くない 高かった 割には あまり良くない 就是很貴 買的時候很貴 但卻沒那麼好 OK嗎 所以 割には Aの割には 他的意思是 對A來說 應該是 這樣才對 但卻 比 這個地方 比較難理解 所以多看 就是例子 然後就是慢慢了解 了解之後 就是自己照去看看 最後に一言だけ 良かったらYouTubeの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あともし日本語の質問があったら LINE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皆様日本語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